来看这危险的景象 台北市大安高宫的学生为了搞怪 竟然一群人趁着下课时间 互相起哄 爬上了教室走廊外头女儿墙上嬉闹 甚至还以单手支撑的方式 挂在四楼高的墙外 实在是很危险 而校方事后得知之后 既过处分 而学生也说他们是无心之过 以后再也不难难 生命开玩笑了 双脚站在女儿墙上 大安高宫学生不仅不害怕 还比出胜利手势 一旁学生不制止 还忙着拍照留念 这张更夸张 两名学生掉挂在四层楼高的女儿墙墙外 却只以单手支撑 对着镜头竟然还笑嘻嘻 记者身高大约有160公分左右 而这个女儿墙也有140公分这么高 不过当时学生就是硬是给她爬了上去 往外一看完全没有遮蔽物 万一掉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真的是玩过头拿生命开玩笑 甚至有学生连下了课坐捷运 还耍帅拿车厢手把练习吊单杠 最后索性整个人都横挂在吊环铁杆上 家长得知认为事态严重 向媒体爆料 校方事后得知 约谈学生直接懲处 我们大概会分情节的不同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处罚方式这样子 那最严重 最严重应该是小过以上 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对的 只是说他们当下是不是 因为大家同学互相那个情绪 所以才会有像这样比较严重的行为 学校紧急处分 这群恶作剧学生相当懊恼 承诺不敢再犯 也算是得到教训上了一堂课 明镜需要玩旗鼓告诉台北报道